我们还是在戴摩馆钟表馆 这儿出现了个木盒子装的一个钟表 看着那比大号怀表稍微大了一点 这可不是礼盒 这是什么呢 航海钟 但这个航海钟厉害了 为什么 1831年 有个叫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登上了一艘船 叫小猎犬号 这就是当年跟着达尔文出海的小猎犬号上的几十期 咱们曾经说过 要分辨精度必须得考这种精密的计时仪器 当时的船长一共是带了22件上去 真正运行下来 5年之后 有11件还能保持走动 而且这件的误差和当时的格林尼日时间 5年了只差了33秒 做工相当的精细 但是价格也不高 由此 我们对航海精度的定位 已经可以做到熟练的掌握了 而本初子骨线也被定到了格林尼治的零度境线 虽然法国也在争 它的玫瑰子骨线是零度境线 争来争去 最终放弃了 承认了格林尼治是零度境线 原因是什么 航海图大部分是英国人画的 你是不是没辙呀 在这边 改型之后 对 好